比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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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今天 我们也互相非常了解吧 然后我觉得可能今天最后在决胜局 这一发挥还是比较果断一点稳定一点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还是打得非常非常激烈 对 然后我觉得主要还是后面 两句我自己的这种经历吧 对 还有这种积极性稍微有点下降 2017年可能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公开赛吧 然后当时我是拿了双打跟单打的冠军吧 两年以后回到日本确实在日本这个地方比赛 我觉得我在场上非常享受吧 我觉得今天首先技术上发挥的确实比较就是 出色吧 然后我觉得自己在场上的流畅性也非常好吧 因为可能我们之间也非常熟悉吧 所以移上来我大比分二比零领先 我觉得对手肯定会有一些 技术栅树上的改变吧 但是当我二比三落后的时候我觉得 我还是没有放弃吧 因为我觉得总会找到突破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